12年国教家长联盟联合其他团体在今天下午举行了自己的孩子自己救的活动 上街表达改革现行教育政策的诉求 12年国教第一次免失入学在昨天放榜 有许多学生因为写作测验和志愿序无法进入心目中的学校 对此国教联盟下午发起活动诉求二免志愿序不扣分 成绩参考急剧缩小到0.5%以下 号召全国家长学生一起呼吁教育部调整现行教育政策 也邀请公民一起审议希望能够汇集更多的具体建议 提供政府调整教育政策